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8月16日刚刚上市的 那一共推出了三款车型 分别是流光 星光和荧光 官方指导价从6.98万到7.68万 再到8.98万元 那我们今天试驾体验的这款车 它是荧光 也就是顶配版本 8.98万元的这款 那作为纯电小车之光 肯定是在各项方面都表现非常突出的 首先就颜值来说 我觉得这款几何翼萤火虫 它的前脸还是非常抓人眼球的 特别是这根LED贯穿式灯带 它叫油光溢彩LED贯穿灯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 会想到什么车呢 我第一眼想到的就是吉利银河L7 确实有一点点大哥的那个风范 再往下看 就是萤火之眼LED大灯 它旁边是有一个类似于像扫描框一样的 把它框住了一个白色的这个装饰 感觉还是挺有设计感的 它旁边还做了一个类似于千歌山的这种蜂窝状的设计 但它不是穿透式的 而是只是有一个纹路 整体而言 我觉得这款萤火虫它的前脸设计是很有特点的 OK 那我们现在去侧面看看 来到侧面 我们先说一下这款几何翼萤火虫的它的车身尺寸 长弯高分别是4006 1765和1550毫米 它的轴距是2485毫米 算是一款比较标准的A0级小车的尺寸 那由于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离地间隙是在空载情况下 可以达到165毫米 这个离地间隙我觉得还是挺高的 能够增加它一定的通过性 我刚才也看了一下 它的底盘下面是相对比较平整的 就是电池的部分没有放得特别低 这样也是保证了它的电池的 在行驶过程中的安全 同时也增加了 我刚才说了它的通过性 不像有的电车 可能为了突出车内的空间 会把电池做得比较低 这样的话会在行驶过程中 影响我们的电池安全 那同时我们看到它的轮胎 是采用了一款20560R16寸的轮胎 然后轮毂的话 这款顶配的荧光板 它采用的是铝合金的轮毂 那如果是流光或者是新光板 标配的是钢制的轮圈 然后配的一个轮毂盖 那当然了新光板 你也可以选装这款铝合金轮毂 看上去会更有质感 在前方的这个左侧 驾驶员这一侧 是一个慢充的接口 然后在副驾驶那一侧 是快充的接口 那关于充电方面 我们等会开起来再跟大家介绍 继续往后看 它的门把手采用了一个搬引尝试的 这一侧呢 它其实跟门板是形成了一个平面 开启的话是轻轻往外一掰 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开启了 在上面还有一个小的行李架 其实从侧面看上去 它这款车是呈现了一个前低后高的俯冲态势 也是有一点这种运动性的 OK 基本上侧面就这样了 我们看看车尾的设计 等到车尾啊 看它整个车尾的设计 是更加有楞有角 不像车头显得比较的圆润 那首先这个尾灯的设计啊 它叫萤火之眼LED尾灯 没有采用现在比较流行 但是也比较烂大街的那种贯穿式尾灯 这个棱角还是比较分明的 再往上看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叫萤火飞翼的 叫双运动尾翼的设计 那也就是它中间做了一个镂空 那同时它也把高位刹车灯 集成在了这个位置 看上去啊 也确实增加了这个车整体的运动感 尾部的亮点呢 主要是集中在这两个地方 那再往下看啊 可以看到它标配了 倒车雷达加倒车影像 那既然来到车尾 我们顺势打开一下后备箱看看啊 打开之后啊 它里面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然后后排的第二排座椅啊 也是可以整体支持放倒的 那整个后备箱的容积呢 是最小啊 是356升 最大第二排座椅放倒之后 可以扩展到1000升 基本上满足我们日常家用啊 是绰绰有余 OK 那整个外观我们就聊到这 现在去车内看看 OK 坐进车内啊 首先来说一下它整个内饰的设计啊 我觉得这款几个翼 以后从整个内饰还是非常显质感的 虽然它是一款呃 售价不到10万元的小车啊 主要是得益于设计师采用了几种材质的拼接啊 上面是采用的类似于观感上 类似于皮质的硬塑料 虽然是硬塑料 但是它呃 有这种设计看上去啊 就像这个仿皮的一样 然后在中间这一层呢 采用了磨砂的这种几何不规则图形的设计 然后再下方是皮质带有缝线的设计 我觉得再往后可以看到啊 它是亮面的钢琴烤漆 几种材质搭配啊 让这款车既有诚实感 然后品质感呢 也是得到了不错的体现 然后我正前方是两块10.25英寸的液晶屏 一块仪表屏 一块中控的这个功能区操作 说到这个配色 我们试驾的这款顶配的荧光板 它的内饰配色是 基本上是以白色为主 这个也是跟车身的颜色相对应的 它的车身呢 分别是有白 青和粉三种颜色 内饰呢 也是会做相应的对应的颜色 那说完了设计 我们再来聊一聊它的功能配置 刚才提到了两块这个10.25英寸屏幕 可以显示的信息还是很丰富的 而同时呢 它还有这个怀挡 那怀挡的这个设计呢 我们也利于我们平时的这个换挡的操作 多功能的方向盘也是标配的 在这款10.25英寸的中控屏呢 功能显示也是比较清楚的 主要是可能它的反应速度啊 会稍微有一点慢 但是呢 基本上功能还是非常全的 常用的软件这里面都有 那你也可以连接手机 可以去自己的去操作 同时我们也刚才体验了一下它的语音控制 反应速度我觉得应该算是现在的主流水准 识别度也比较高 那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说说 你好几何 今天天气怎么样 我有点热 我想听首歌 会你继续播放周杰伦的说好的进步呢 暂停 退出 那可以看到几个简单的功能操作 它的识别度和连贯性还是非常高的 我刚才在它执行上一个操作的时候 我发出了下一个操作指令 它都能识别到 那这一点我觉得 基本上是满足了我们日常使用的 那在下方看啊 它是两个空调出风口 旁边呢是一圈的这个亮面的钢琴烤机材质 然后在下方是两个USB充电口 一个是专门做充电的 一个是做数据连接和充电两用 然后它下面呢是一个可以放手机的位置 当然因为受限于这款车的尺寸啊 这个位置呢 它只能同时放一部手机啊 当然是你可以堆叠来放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后方是两个固定的杯架 然后它下方是做了一个low工的设计 这样增加了它车内的储物空间 在后方是一个储物槽 这个储物槽的这个深度啊 还是挺深的啊 虽然这个横向的面积不大 但基本上我觉得 一般日常的这个储物的功能啊 是OK的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的握感我觉得还可以啊 盘幅也不大不小 但是它调节的话 只是上下的调节 是不支持前后的调节的 然后它的座椅也是可以看到两翼啊 是有包括上面啊 是有这种打孔的设计 也是方便我们夏天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散热的作用吧 那基本上前排就是这样了 我们现在去后排看看 来到后排先说一下它的空间表现 这款车的轴距之前已经提到了 是2485毫米 那腿部空间 现在前排已经调成了我的这个坐姿 然后腿部空间这一块可以看到 还依然有两拳 然后它的前排座椅背面 做了一个内凹的设计 所以还可以再拓展一定的空间 头部的话可能相对来说 就局处一点啊 大概有一拳的空间 基本上也够用了 可能对于我这个1米7身高 身高的人来说还OK 如果身高再高一点的话 在后排可能会有一些局处 后排它采用了三个座椅 这个其实在A0机车里面 是比较罕见的 一般都会配四个座椅 因为受限于空间嘛 然后但是呢 这个几何翼萤火虫 它还是配备了五个标准的座椅 所以即便我们五个人乘坐 应急也是OK的 那地台这一块 它基本上接近于纯屏 所以乘坐舒适性上 还是得到了一定的保证 在配置方面 它的后排 中央扶手这块 后排给了一个充电接口 在下方有一个小的储物槽 基本上也算是够用吧 毕竟这款车的 售价和定位在这里 我觉得已经算是满足 甚至有一点超出 我们的这个预期了 OK 基本上车内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就开起来 看看它的动态表现 接着呢 我们来聊聊这款 几何翼萤火虫的 动态驾驶表现 首先是续航方面 它分为两个版本 这个流光和星光版呢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是301公里 如果是荧光版 综合续航里程是高达401公里 这个表现在如今的A0级 小车市场中 也算是比较突出的了 那我们驾驶的这台 它是标配了39.3千瓦时 磷酸甜蜜电池的版本 也就是说它的续航里程 可以达到401公里 在充电方面 慢充的话 大概是需要6小时充满 如果是快充的话 从30%到80% 只需要半小时 这款车它的电机 最大功率是60千瓦 峰值扭矩是130牛米 虽然数据不算很出色 但今天体验下来感觉还是 动力还是比较足够的 日常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 其实它的动力踏板 你如果轻踩的话 不会感觉到很强的动力爆发 但是如果稍微产生一点 还是能感觉到它有一定的后劲 这样的车型 即便是不管是在日常 市区率跑跑 还是说上高架 基本上都能满足我们的一个出行需求 毕竟拿这款车 也主要是用来代铺的需求 会占的比较多一点 它的自动力这一块 表现也是比较线性的 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点头现象 再来说一说底盘方面 这款车标配的是前麦夫逊 后扭力量半独立式悬架 考虑到它的定位和成本 这样的配置也可以理解 如果路面状况比较好的话 即便你是比较高速的行驶 不管是驾驶还是乘坐 舒适性还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但是如果速度稍微快一点 经过比如说坑挖一些高级起伏路面 或者是减速带 那它底盘可能会带给我们的 就不是特别舒适了 它的弹跳还是很明显的 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 如果日常开这款车的话 在路面状况比较好的时候 速度可以提一提 但是在路面状况不太好的时候 就尽量把速度压低一下 以保证我们车内乘坐的舒适性 这款车的隔音表现 我觉得还可以吧 算是及格线以上的水平 当然我们今天也没有 把这款车开得特别快 没有走高速 而是像高架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开到80的这个速度 不过比较让我满意的一点 是它的车内的环境 特别是空气环境这一块 我们拿到的是一款新车 坐进来之后没有什么意味 那厂家也提到了 它采用的是健康座舱 保证了我们车内家庭成员的 一个乘坐的安全性 这个当然是 主要是指身体的健康安全 最后再跟大家总结一下 这款车我今天体验下来的感受 前面开头我们也提到 它号称是叫纯电小车之光 既然敢给自己起这样一个名号 从整体的产品力表现来说 确实它有很多自己的独到之处 颜值方面就不用说了 它有自己的设计特色 然后同时呢 它又是同级里面 唯一采用了五座布局的 在空间方面 它有同级最宽的车身 同时也就带来了同级最宽的 一个后排的乘坐空间 那在实用性方面 是得到了很高的保证 配置层面 它有同级配备的唯一的天窗 还有就是双联屏 那同时还有像 CN95空调滤芯 这样非常实用的功能 再结合它 6.98万到8.98万元的这个售价区间 我觉得作为一款10万内落地的 精品纯电小车 这款几何一银火虫 确实满足了这个价位消费者 对于车型的各方面需求 那它不管是作为 家里唯一的代步用车 还是说作为辅助的代步用车 我觉得它都能够胜任